所以那个眼睛就是那么大 我才觉得有趣 那个造型 而且他把牛角的那个凹陷的地方 1010也把它描述出来 我觉得不错 所以那个造型 还有他三个描述他的下巴跟鼻子的地方 三个做法不一样 我觉得超优秀的 如果是我这么简约 我想不出来 但是这是古人帮我们想好 我很喜欢 那我是用晚上的商朝的经文 牛的当做这个造型 那写的时候因为写太多遍 所以都用推的 推推推 推不动我就继续推 所以你看到里面很多限制的那种推动感 旁边都有点侧面的光线 这样这是我想要给你们做分析的 什么叫侧面的光线 就是这样子啊 这叫侧面的光线 这都变成基本功力了 这不是光线吗 如果按照一个立体感来讲 光是从这里打过来 那这个就会有斑斑勃勃的光影 这是立体光线 那像我梁汉治医术节我写的那一章 中间正中间 这个势农工商 四明有道 我甚至也还有 暗面的亮光 就是暗面有阴影里面的 那个光透过来 那不是更立体吗 整条线它不只是单一个 甚至是圆滚的 意思说如何在平面当中写出立体感 最为我们画画过的这个人 是极其容易的 可是对你们来讲比较难 因为你们该怎么让它变成阻力跟年力 还要运用美术 而不会被人家说 你这是画字 我最担心 也不应该说担心 我最觉得 如果杜老师说我是画字 我就会觉得 那我还是没有掌握到书法的精髓 所以我会拼命的 除了美术之外 不会很得意 因为那是我的本行 我要写出书法的味道 这是气韵 这是你们跟我学 为什么会有那么重要的一个观念 很多人都在画字 但希望我们不会 这个就是光线 所以我就觉得 这个字九 这个比较横 可以写给你们看 一点点回勾 然后呢 再把底下这个形 再把它加进来 我是用这两个形 然后它抬上去 就从这个地方拉下来 这两个加在一起 这是我们现在的 然后那个金纹 金纹的那个第四个很有趣 我觉得它好像一个叉子 底下弯弯曲曲的 很像蛇 那个我也喜欢的 总之 九的造型啊 我列的这几个都是比较独特的 你们可以同时把它调换 不见得一定要用我这个形 懂吗 你去创的时候 其实就好像可以有很多选择一样 你可以变成一个新的 是属于你个人的九能一毛 我比较期望是这样 你明白吗 就是说 其实我有曾经想过 我要调换哪一个 调换哪一个 我都觉得它有很多惊喜在 毕竟那个是我的草稿 现在换你们 我的意思是说一次 那牛字我还是把这头牛写给你们看 因为你们一定会觉得真的吗 可以写出来吗 它牛的上面有这个东西 然后再来是 有点像树木控的那个 那个金箍棒的这个前面这里 我觉得超像的 横向都会比较细吧 你们要去理解一下 直向的会稍微比较粗 然后这个用推的 然后这个顺时针上去 都会有光线 然后你就这样刹过来 可以顺时针搅过来 就尽量不要让笔倒了就可以 你们可以想办法让它 达成这样一个主要的目标 然后顺时针吃过来 然后呢 这个从这个地方再拉下来 可以这个下巴 牛的这个下巴 先描绘 谢谢大家 就是這樣 這樣我們就會有這個牛的形象 我老婆比較喜歡長一點的牛頭 因為我臉比較小 所以我喜歡方點的 所以你們 總之就是 我那張刻意